像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 心气很高的一个人 其实你去之前 你心里面应该是有着那个想法 可能我未必跟你说 但我心里面隐隐的是抱着这个念头的 对 因为就是我在釜山海边嘛 我说过 我说过 我想带着他们去认穿 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人 就是只有我还有我的经理啊 什么领队啊我们这些人 然后我跟他们说带着没有 这是他们不知道的 就是很渴望 因为我觉得我既然来了 我就想去 我就想走到那里 因为我觉得那是尽头 我不想走到半路就摔下去了 但其实今年你最后拿到这个 你个人的想之前 其实你心里面也想 我其实是最好的打野 其实我在夏季赛的时候 我就认为我是中国最好的打野了 当时我认为我是中国最好的打野 然后但是没有人会认可我 因为就我觉得 因为你需要一个成绩 或者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成绩 我需要像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东西 一个数据来说话 对 来向所有人证明 但是我也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我只想就是用我的行动来告诉你 然后之后 我觉得我的世界赛 就是我的世界赛就是过程中 只有可能说小组赛 但两场发挥特别差 然后导致我们输了嘛 我们拿小组第二 之后后面的淘汰赛 我觉得我都是完美 我觉得我对我的打赛就是完美 所以最后你觉得你是被认可了的 我觉得现在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被认可了 因为我拿到了FMAP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过 就是你们这次获胜会带给 这些90后 包括00后特别特别大的 这种鼓励 然后让所有人觉得特别的扬眉吐气 就是我身边很多就是同学啊 朋友啊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 算是圆了他们的梦一样 就是可能说他们等了 等这关键等了七年 因为没有FPL冠军 然后我们拿到了 就可能说像是就自己的经营 有块石头一样 然后放下了 但当你意识到这个梦 不仅是我一个人 我团队的梦 是这么多一代人的梦的时候 那种东西会变成一种压力 在自己的身上吧 其实打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打的时候不会想到 对 打的时候不会想到 其实打的时候你只想着 我怎么把 我怎么赢我的对手 我离家出来 我已经出来了五年了吧 快到六年的样子了 我觉得我只哭过两次 都是在一起哭的 你记得好清楚 对 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我是印象很深刻 是我觉得当时我们 就是S7的时候 我们就我 如果再强一点 再懂力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到 RIC总结赛 但是最后结局 是我们三边输了 然后有一次就在武汉的时候吃饭 然后说到这个事情 就有点忍不住了 所以哭了 然后第二次就是在 那个福山的那个海边 对 就这两次 对 一个是遗憾 一个是渴望 然后可能外人看来 你直播就是说 比较可惜 然后输了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非常 就可能说难过 非常非常难过 如果说 真的说你再强一点 再努力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进到S7了 这是一个质变 如果我们进去 可能说我们就有夺冠的 我们就可以冲击冠军的希望 如果你进不去的话 可能你的希望都没有 我觉得一个只要有希望 是最重要的 但是不是时机特别重要 因为叫timing 就是S7可能就是没到 S8就是够了 就正好到了 其实如果愿意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想去S7 因为你没有做过 当你 就你没有做过的话 你是不知道的 你说如果家人 你会更清楚记得S7的遗憾 还是S8的胜利 我觉得遗憾 我觉得遗憾是最重要的 可能说我明年我还会有胜利 后年我还会有胜利 就都有可能有胜利 但是那个遗憾 可能只有一个 就是我是第一次能碰到S赛的 就是舞台前 然后我倒下了 你对于胜利的渴望 我觉得特别的鲜明 特别的强烈 这种感觉特别是挺可贵的 我知道这个胜利 对于哲学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能 不是越跑越快的话 你就被追上 然后你可能就被淘汰了